东森新人王今年庆祝十周年 而东森美洲电视就特别制作了十周年系列回顾 这一集的东森新闻记者林品金 就要带着大家来重温新人王比赛的现场 一起来回顾一下2004年第二届新人王的盛况 是的 主播记得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东森当红的本土制作节目 抢前战斗云的摄影棚 观众朋友知道吗 这里也是2004年呢 当时东森新人王还叫做全球新人王 所使用的决赛地点哦 当初除了在我们洛杉矶 在纽约跟旧金山也举办了大型的视唱会 网络各地的歌唱好手 一起来角逐新人王这个头衔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也正式奠定了东森新人王 成为美国华人发光发热的舞台 当时的东森摄影棚 可是角逐歌艺的竞技场 参赛者有的服装倒行劲爆 有的率领歌舞团紧搁热舞 无不使出浑身解数 为的就是要拿出最好的表现 争夺代表美国的新人王宝座 前往亚洲参赛 速有落成刘德华之称的张凯 也是2004年的参赛者之一 当年还很青涩的他 经历过新人王的比赛 更奠定他日后在主持和歌唱的演艺事业 整整日上 任何一个唱歌比赛都是一个磨练自己的经验 你学到的东西不是你可以在KTV或在家里学得到的 那我是很鼓励朋友们能够真的对唱歌有兴趣 多多参加比赛 吸取经验 当年LH的前三名之一的Shelley 更首度代表新人王 站上稻奇球场唱美国国歌 也象征华人社区与美国主流的接轨 新人王用心安排各种表演舞台 就是希望每位参赛者找到自己的强项来发挥 为此选修期间还特别举办魔鬼训练 请来专业的舞蹈老师 教大家运用肢体来表演 因为想当明星 可是要具备全方位的才艺呢 一定要请专家去请人家 去设计你的走路 动作 表情 不能够乱表 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还是要有的 大家还记得孔庆祥吗 曾经参加美国偶像 以大走音搞笑演出爆红的他 虽然歌艺差强人意 但是感受的勇气 让他成为当年家喻户晓的话题人物 孔庆祥在担任2004年 新人王的特别来宾时 更以自己的例子 来鼓励参赛者勇敢做自己追求梦想 新人王冠军 获得的不只是五万元的美金 更重要的是那份受肯定的荣耀 每位参赛者都想要赢 但是面对来自各地的实力派上将 大家都倍感压力 不过他们也在过程中 培养出深厚的友情 这也是东森新人王举办的目的 透过比赛 让参赛者相互交流 一起扶持成长 而在这群明日之星之中 以R&B展现歌艺的Eric 由于独特的唱腔和新潮的风格 让他一路过关斩将 夺得冠军 更成为往后的新人王评审 我们要欢迎到的这位重量级的评审 就是2004年总冠军 Eric 陈彦佑 Thank you Eric 成功从来就不是偶然 在这些活力四射的年轻人身上 看到的不只是舞台上光鲜亮丽的一面 透过东森的镜头 更呈现出参赛者努力所付出的代价 这也正是东森新人王的宗旨 为美国华人打造一个舞台 激发有潜力感秀的新人打放异彩 能够站在东森新人王的舞台 代表对歌唱实力的肯定 十年来有无数的人 怀抱着梦想与希望前来这里踢馆 而东森也造就了不少新生代的歌手 观众朋友持续锁定东森 每周都会有精彩的 东森新人王十周年的系列专题 以上就是我们的2004年 东森新人王报导 我们下次再见